作词 李宗盛 就像一轮太阳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一念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心脏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一念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添满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长夜 领悟未来的童话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一念时光 伯父伯美 你们想吃点什么 我 我这个做菜不太专业 西餐也不太会 但是多少还会做点 你们想吃什么 我就不吃了吧 我和你伯父啊 晚上一般都吃得少 吃得也很清淡 这西餐嘛 我们刚从国外回来 也吃够了 我问了 你看 我想吃炒米饭 对这人 妈 医生来了 公先生 医生 公先生 您好 辛苦了啊 伯父伯母 你们想吃点什么家常菜 我出去买 给你们做 不用了 别浪费时间了 我爸还要着急看医生 而且啊 你除了炒米饭 其他的还不是我妈的对手 我 我怎么 你们先聊着 我们招呼一下医生 医生医生 医生 来 这边请 好 那我去做饭 等一下 去吧 什么意思啊 来 好了好了 你就不要进去了 干嘛呀 连我都不能进去啊 放心 这 公夫人 您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安静点的环境会更好 那麻烦你了啊 德克特李 妈 没进去吗 你爸不让我进去 连德克特李都说 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做检查 怎么感觉怪怪的 没关系 李医生嘛 老熟人了 放心吧 那是 这次你擅自做主 从英国把德克特李请来 你爸居然没有说你 没发脾气 你发现没有 他变了 龚老先生 您为什么从英国回来 不继续接受治疗呢 很简单 意义不达 怎么会意义不达 就算不能彻底之后 如果您全力配合治疗 延长生命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小玉出社之后 我们家不能再承受更大的事情了 小鸥他本来工作压力就大 你说再把我的病情说出来 肯定会让他分心的 但是龚老先生 家里人对您的病情和身体 有知情权 不告诉他们的话 反而对他们打击会更大 我想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吧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身体还可以 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对 我给您开的药 对控制病情有一定的作用 但会导致心脏的负担作物 您现在所体现出的症状 应该就是和药物的副作用有关系 我知道了 我会尽量注意的 喂 四敏 我要搬去办公室住一段时间 你帮我把李坚打扫出来就好 沐总 您就这么直接搬走 也不跟实力下来说一声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毕竟你们两个之前是公开过的情侣 但是被人发现恐怕 我没有办法跟一个我没有感情 和一直欺骗我的人在一起生活 既然我跟他不可能 就更不应该给他 还能够在一起的希望 我果断一点 对大家都好 就这样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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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剑初 我们谈一下 你是要搬走了吗 对 我先搬到公司去 我知道突然让你搬走 也不太方便 我东西少 就先搬出去 我就知道 你看了那本漫画之后 我们的关系就走到了尽头 对吗 我们的关系没有什么倒不倒头的 我们之间压根就不应该开始 跟晓妮的漫画没有关系 师弟 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过去那些事情 或许我会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跟你在一起生活 但是在你心里就 这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吗 别扭 剑初 你跟我说别扭 自从你康复以来 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一直都是我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脾气性格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剑初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利用姐姐的感情 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啊 剑初 我真的爱你 我们在一起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你 你忘了 我们在日记岛的订婚 还有你偷偷送我的工作室 还有 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吗 我知道 我跟你之间的感情 比不是让你跟姐姐的 但是你跟我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难道 真的一点点开心都没有吗 我们之前的确发出过很多事情 但这些事情 全部都建立在你对我的欺骗上 全部都建立在我们对小念的伤害上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 在一起 生活 对不起 剑初 没关系 没关系 我 我不在意 我知道 你对我们这段记忆很模糊 但是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 师弟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 但是 如果你真想 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个结果的话 那 那今天就算是我正式 跟你提出分手 可是你现在回去找石角念 你们也回不到以前了呀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去弥补她 她已经有工欧了 我不管她喜欢谁 反正在我心里 永远只有她一个人 坐吧 好可爱 还挺多的 你看 伯父伯母 你们尝尝 她呀 我忘了介绍啊 就是炒米饭做得还年轻能吃 咱们就当是天天故事 什么呀 我别的菜做得也还可以 就是 真不行 真不行 你别的菜做得太难吃了 晓鸥 怎么这么说人家 一个炒饭能做好就不容易了 越简单做起来就为啥呢 你早就太容易了 真是 快吃 来吧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怎么说你去问医生 你问我 你也不放心啊 说点事 小念啊 要习惯这种场面 千万别觉得别扭啊 他们父子俩就这样 一个德行一个脾气 幸亏你在 你要是不在呀 我呀 快被他们爷俩烦死了 怎么那么多话呀 干吗呀 好不容易有个人陪我说说话 光对着你们爷俩 啥话都说不出来 别坏我 爸 你想说什么就说 千万别憋着啊 你不用从家里搬出去 家里你住的习惯也舒服 我今晚就回我爸妈家那儿住 过几天有时间去你那儿收拾东西 咱们之间的事先不要跟我爸妈说 他们需要一个时间接受 我会慢慢跟他们说的 小心 小念啊 你跟小欧 是不是那个啊 不是不是不是 伯母 我们不是 其实 我跟他爸爸真的很开明的 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打算 就提早告诉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好做好准备啊 我们没有这个打算 没有 那 你这个 伯母 你误会了 我这是 最近吃多了点 肚子肥了一圈 所以就 小念呢 我知道 你跟小欧在一起 特别为难你 我特别理解你 我特别理解你 她呀 就跟她爸爸年轻时候 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 增强普拉斯版的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对小欧的了解 也越来越少 以前吧 是他们俩兄弟感情好 她有什么事情 都会跟她哥哥说 我们从小欧那里 就会了解到小欧的想法 和她的一些心事 但是现在小欧不在了 所以 伯母 没关系 我觉得公屋这脑子 挺简单的 一根筋 她做什么事都别别拧拧的 比如说我吧 她要做错什么事啊 从来不道歉 但是呢 她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弥补回来 还有就是 如果她心里很悲伤 或者很紧张 很纠结 她都不会表现出来 就表现得 什么都不在乎 很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默默地 陪伴在她身边 所以我觉得 她还没有那么难懂 小念 你能讲出刚刚那番话 伯母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谢谢你 黎晓 我爸真的没什么问题 对于这个年纪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给公老先生开了药 提醒他一定要试吃 还有我最近几个工作 都在国内 我也会按时 过去给他做复查的 那生活习惯方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过去我都没太在意 今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您一定要及时地告诉我 谢谢啊 你也吃水果 嗯 小念娜 我真的觉得 龚欧跟你在一起啊 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他不管跟你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跟你闹别扭 还是顺着你 他的情感都是很真实的 他对外人哪 绝对没有这样的情绪 那是因为他真的很蠢 他真的很蠢 跟别人也不太一样 真实的 怎么这么说人家 你看 就像他这身打扮 这身衣服啊 既难看又不适合你 你是准备去跳广山舞吗 倒真的像是怀孕了一样 你 你忘了这身衣服了 我们出宿见面的时候 我穿的 丸子特意给我选的 要不莫名其妙被你带走 我早就贪成了大生意了 那你应该庆幸 当时我带走你 妈 我明天公司没事 你和我爸 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告诉我 好 你明天公司没事 看他不如 傻丫头 他为什么要留下来啊 他就是要陪你 怕你一个人 跟我在一起不习惯 哦 那好像是 我是应该直接冲进去呢 太不礼貌了 还是站在门口大喊一声 然后跟他们道个歉 或者我去叫公屋 不行 这么早 伯父睦睦如果看见了 我这儿出现在公屋房间 不太合适啊 这 这多早算是早啊 现在是不是太早了 六点半 七点都没到 伯母 小念啊 赶紧去吃早饭吧 刚刚看你没起来 就让你多睡会儿 这饭菜还热着呢 赶紧去吃吧 您起来了 我以为您还没起来呢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到点了 自然就起来了 那 那那个 伯父和公屋呢 没起来我去叫他们 这个点儿 估计都吃完早饭 已经出去散步去了 这 这才不到七点就起来了 你不知道吗 小欧的作息时间啊 这么多年来 都是六点以前就起床的 真是一个多么可怕 而自律的家庭 赶紧去吃早饭吧 嗯 嗯 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问题 可以明确地跟我说吗 你觉得 你跟石小念在一起合适吗 很不合适啊 我知道 你不用靠婚姻 靠继承家族产业 来维持自己的位置 是 但是你应该明白 婚姻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和你哥 不愿意接手我创下的家业 这没关系 因为这早晚都是你们的 但是对恩义来说 石小念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她是 你还年轻 你不知道婚姻带来的连锁反应 有多么强烈 我不否认 石小念是个好孩子 而且她很单纯 但是她对你的现状和未来 她是很难适应的 单纯不好吗 她适不适应 我不在乎 我无所谓 她只需要做她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照你这么说 即便对恩义没有任何帮助 你也不在乎 如果你跟小娜在一起 对恩义都会更好 都会有帮助 没有什么更好不更好的 爸 我现在没得选择了 在我未来所有的规划 所有的事情的一切都有变数 为了能让这个变数 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会做我该做的一切努力 但是唯独石小念 她不是变数 是定数 因为我爱她 我不同意 你不想走 你不走 你不走 难道留在这里看她们脸色吗 你现在留在这儿 你不高兴 我不高兴 她们也不高兴 与其这样不如早点搬出去 走吧 你消消气 消消气 你当初让我来这儿住的时候 死气白来的 现在又赶我走 什么意思 我是不想看你一个人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所以要解决 当然我也要解决呀 我想我们俩好好在一起 就必须得说服你父母 所以我会加油的 相信我 你是不是傻呀 小迪啊 喂 小迪啊 你怎么回家了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老师 老师 你来看看小迪回来了 不是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看 小迪啊 你怎么回来了 她哪里不舒服啊 怎么了 你没事 那你到底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总得告诉我们呀 我先去睡了 来 小迪啊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回来了 我跟你妈会担心你 这里是我家 我回来有什么问题呢 这孩子你 这是你家 你当然可以回来了 只是我 可以就行 小迪 什么事 你跟你姐姐又闹批批了 要不 我让你爸爸 跟你姐打个电话 让他马上就回来好好好 我姐 我姐 不用 不用叫他回来 他什么都没做 他也什么都控制不了 就是 他比较当人喜欢对吧 小迪 行了 不用说了 我自己的事你自己知道 怎么办啊 要不给沐千初打个电话 问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跟千初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算了 算了 他待在家里也好 他待在家里也好 起码我们俩看着点 我看着我 说我的轻言 sales 比较快 家人 下来 真的很有意思 enjoys 我 你 真的 你的 也太好了 不好意思 打扰陈医生 如果下星期有空的话 我想去复杂一下 最近总感觉不太好 前几天给你的药吃完了吗 吃完以后 过来做个常骨检查就行了 你现在的生活 就是要规律一点 身体跟大脑 都需要大量的休息 我知道了 谢谢陈医生 你平时吃的麦片 在右上角的柜子里 旁边的面包 是我昨天刚买的 想吃的话 可以搭配热头奶吃一些 如果想点餐 冰箱侧面有一张单子 是我列出的 几家比较健康的餐厅 一般要提前40分钟点 送过来以后 在微波炉里热一下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会每天煲好汤 下班以前叫人拿给你 你回家以后 一热一下就可以喝 不用拒绝我 我对你没有什么其他要求的 就当目前的情况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想做些密博而已 我想做些密博而已 伯父伯母 小念啊 打扰你们了 没事儿 这个是我画龚欧的漫画 你们可能没看过 漫画我可不懂 你看吧 我爱看 你画的 伯父虽然没有看漫画的习惯 但这本漫画的人物原型 就是龚欧 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张 我把它还美化了一点 这本漫画表现了我跟龚欧在一起的 所有过程 从刚开始认识她对她的感觉 到两个人越来越亲密 中间也有分分合合 我把所有的形式 都以漫画表现出来了 这本漫画 改变了我很多的态度 让我从一个默默无闻 只会画画的小女孩 变成一个希望能用自己作品 去打动别人 感染别人的人 带炒饭 我很感谢龚欧 她让我学会很多 拥有了很多 当然比起了解 我肯定没有伯父伯母了解她 但是这个漫画里 有你们平时看不到她的另一面 我知道龚欧真正想要什么 我也很明确自己对她的情感 所以 爸 小姐 小姐话还没说完呢 你着什么急啊 伯父伯母 我知道 对于公欧的事业和未来 我帮不上什么忙 我 除了 除了能给她生活上带来一些愉快以外 工作上那一摊子事 我的确觉得想起来头就疼 别说帮忙了 我不给她添乱就不错了 但是伯父伯母放心 对于公欧这个人 我还是肯定可以帮到她的 哪怕是她不开心的时候 我给她做好吃的 她郁闷苦恼的时候 我唱最难听的歌逗得开心 哪怕是 她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也愿意陪着她 从零开始 同甘共苦 说完了 我们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我们尊重你们的感情 但是 年轻人不光是说 最重要的 得去做 我知道 伯父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我有一点儿饿了 什么时候开饭啊 我现在继续做 我去买菜 我去做 别别别 那个 伯母做的饭可能更合我的胃口 小念做的饭更合我的胃口 是吧 妈 是 以后呢 我只管你爸的饭 你的饭呢 我就从此都不管了 以后交给小念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呀 我做你玩呢 小念 以后交给你了 同甘美 以后啊 我的饭都什么管了 没问题 我没想到你还真帮忙啊 我以为你说了什么呢 这个不能一个长一个短的 这样就 行吧 不好看了 好幸福的感觉 你现在才感觉到啊 难道不是从你刚进我家的时候 就能察觉到吗 我说的不是我们两个 是伯父伯母 你什么时候学耍拼嘴 你怎么还动手啊 这么肉临认真 不过小念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跟我讲这些 讲什么 你放心 为了你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也会好好努力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个赞 给我一个奖励啊 啊 你 傻死了 我 咱俩怎么会在一起 还有啊 小念的漫画 你不也重复地来回看吗 为什么摆出一副 一副臭脸 还嫌弃人家不屑的样子 你又护了孩子了 我没说什么 我这么做 也是想让他们对自己的感情 认识得更清楚一点 你说 晓鸥那个个性 她要不找一个能让她开心的人 等我们老了 有一天不在了 你偷了 说什么呢 什么在不在的 你明知道我不爱听这种话 我只希望现在大家都好好的 不再出什么事情 呸呸呸 赶紧给我呸掉刚刚不吉利的话 好 呸 没说过 认真点 呸呸呸 没说过的话 这还差不多 小聂 你这什么情况啊 跑吃饭的地方来睡觉 你要睡回家睡去啊 不是 这起得也太早了 我发自灵魂地问问你 你每天 不是 你从小到大 每天都六点之前起床 你有没有去检查过 觉得这是一种病啊 为什么要检查呀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应该有的作息吗 这人跟人嘛 肯定都会有些不同的 这也太不同了 今后啊 你可以在我家睡到自然醒 没人教你 我敢吗 我 我现在明明就在考察期 你们一家三口都起来了 伯母还在做饭 我呼呼大睡 我睡得着吗 要你出去住 你不出去住 现在都在这儿发起牢骚来了 你怪谁啊 那可不行 那当然不能出去住 小念 我跟你说 这可是阵线问题 一定要抗住 一旦你要出去了再想回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小老板睡得晚起得早 伯父伯母应该很早就休息了吧 他们睡你就跟着睡呗 你说得轻巧 让你八点钟躺床 让你睡得着啊 不得玩手机玩到十二点 你怎么了 你不觉得他们俩很恶心吗 恶心有吗 我觉得很正常啊 反倒是我们进步空间很大吧 来 可以啊 小老板 都学会泡妞啦 我 进步了 欢迎主人回家 现在时间是两点钟 嘘 都睡啦 我怎么从她的语气当中 听出了一丝失落啊 没什么 我前两天 刚好给她安装了一套 情绪控制系统 她此刻 确实表现出了失落 这么可爱 那我得安抚她一下 那我进步吧 先生 晚安 先生 晚安 乖喽 你怎么进来了 还大不流行的 快出去出去出去 我说你这个女人 你不要这么粗鲁好不好 刚刚是你让我进来的 我 我让先生 先生进来 又不是你 先生 先生 你也是先生 先生 你怎么耍上无赖了 你原来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我原来是走什么路线的 高 富 帅 高富帅 你可以出去了吗 今天 走不了了 我只能免威欺男人在你地方 接受你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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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了 你干吗呀你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要在我这儿借宿一晚 这个故事 就很漫长了 坐下来听 你知道吗 我妈有业有症 从小到大每天晚上 她都会在固定的时间里 出现在我的房间 万一这个时候 她进入到我的房间 没有发现我们俩 你懂的 你懂的 这一切不就穿帮了吗 啊 多么还有这个毛病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静好 慢慢给你解释 睡觉吧 哎 那现在怎么着 那你睡这儿 我睡哪儿 睡我怀里 那儿有个沙发 你睡沙发 让我睡床上 要不然 让我睡沙发呀 施晓妮 你怎么这么蠢呢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这是什么 是双人床 双人床是给两个人睡的 沙发是给一个人坐的 这个时候你睡沙发不睡床上 你不是浪费资源吗 那怎么着 你这脚都没洗衣服也没换 你去洗澡换衣服 我不放心 我怕在我冲凉的时候 你突然冲进怎么办 只亏的是我好 我冲进去 我疯了我 那我也不换衣服 不 不洗澡 那万一我洗澡的时候 你偷偷地打开门怎么办呀 行 那 那睡觉吧 你到那边去 这是我没事 快点翻滚 行 听你的 就保持这一个胳膊的距离 不许再近了 你晚上不能动啊 我晚上睡着了 我怎么知道屋子就都会动 你睡着了 如果还乱动 我就给你踹下去 好 反正我发一万两千四百三十二十 我就这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 行了 赶紧睡觉 我哪儿挣灯飞 你干什么 我关灯了 我不许关灯 你亮着睡 对 那关灯了 你万一有什么 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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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别动啊 太太早 早 这晓鸥呢 龚总还没下来呢 哦 那我去叫她 好 你快醒醒醒醒醒醒呀 我怎么在你怀里睡的 你对我做什么了 是小念 你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 随口就是偶像剧的台词 还我对你做什么 幼稚 那 那我昨晚明明睡在这儿 这这肯定是被你拉过来的 你 你是不是就我下药了 怎么回事 我对你下药了 你为什么在我怀里 你真的想知道吗 好 好 那我就告诉你 自己看吧 我 好 这就不是我 你过来把它删掉 删了呀 关掉它 聊空气在我手里 你是删不掉了 你能不能每天不要这么蠢啊 那 你这天天录这样的视频 你也太奇怪了 你这叫侵犯隐私 我侵犯你的隐私 我告诉你 我还怕你诬陷我呢 你快点给我删了 删了 你让我删我就删 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这 这是硅房 你出去 硅房 昨天晚上你都没说这是硅房 今天早上说得倒挺起劲 我不出去啊 我还没睡够呢 你出去啊 不出去 那我出去了 快走啊 小念啊 伯母好 下去吃早饭吧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我饿了 我要吃早餐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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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小念 嗯 你今天早上有事吗 嗯 要不陪我去买菜吧 我呀 还没有逛过这里的传统市场 我特别爱逛 哦 好好好 好 哎 我们都走过时光的体验 谁不失睡 谁不失睡 年龄一个倒影 颠倒悲心 学会遗忘积极 风试着将拨折扶平 我试着将一切折扶 我和你之间 又透你的墙 遇见你目光 遇见你目光 探索柔柔软的窗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颜抖 装着颠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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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之间 装折扬 有透明的墙 你和我之间 见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万千 要收就收全部 可是烟太ил草 令音物太造俗 那一段路 我们 Kollege 颠倒无数 这一场宁愿孤单 不辜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